老闆 这连碰要怎么用 我要选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 七个号码 大乐兽原本是开六个号码 你选七个是等于连碰 那些位顾客解答疑问 他是工艺彩券经销商黄建华 总是笑脸赢人的他 很难想象 其实背后隐藏一段灰色过去 这里上讲 谢谢 利用招呼顾客的空档 黄建华赶紧整理店内环境 这些桥不难发现他走路的样子 和一般人有些不同 原来今年五十出头的他 在幼儿时期不幸碰到 台湾四年年代爆发的小儿麻痹症 我们是一群 用我们身体健康历史的一群人 结果我每天面的却是 因为先天的身体缺憾 黄建华没少受过冷言冷语 小时候因为双脚无力 他只能够在地上爬行 直到妈妈的一句话 让他转念 生命越错越有 看着我姐去上游戏 你难免想说 我也想去 结果我妈就那时候就回我说 你一点站着就站着 你还去跟着上游戏 由于当时的国民教育 是从小学开始 黄建华为了和大家一样 能够上学 他拼了命锻炼身体 终于赶在上小学前 他可以不依靠辅具就能行走 无奈肢体障碍 还是成了他求职路的绊脚石 原本在家里铁工厂 用心帮忙 却碰到大环境不景气 家里铁工厂 也只能够宣告歇业 当时已经结婚生子了他 为了生计 也为了就近照顾 正直其名其的孩子 他鼓起勇气 应征生平第一个工作 开娃娃车 我能看到小孩子成长 陪伴小孩子成长 我的童年不是那么愉快的 所以我知道 小孩子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想要的是什么 就这样黄建华开娃娃车 开了二十年 直到服务的幼儿园结束营业 后来他会转卖公益彩券 也是为了孩子未来成家着想 为了服务随时可能上门的顾客 黄建华夫妻俩经常是像这样 在柜台简单解决三餐 但他甘之如鱼 因为当初能够成为电脑型经销商 可是一段惊险又幸运的故事 其实我是在最后 刻意接到朋友的讯息说 我们这一届第四届的灵犬 快结实了